开始上课了啊 玉皇大帝 他什么本事都没有 他为什么能成为三界之主 他为什么 他凭什么能够做那个 能够做那个位置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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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为什么 为什么 有同学说啊 是因为什么 玉皇大帝呢 他什么历经了1750节呢 然后活的时间特别长 对吧 是恐龙变化来的 活了两亿多年 是不是 咱们之前讲过 玉帝有背景 难道是长得帅 因为他是好人 因为他有头 哎呀没呀 你就直接 你就直接把答案说出来了 我还怎么讲 你要装着不知道吗 老师我不知道 是因为什么 你直接把答案说出来了 我还怎么讲 对不对 有同学说啊 是因为呢 玉帝呢 他是恐龙进化来的 活了两亿多岁啊 还有同学说呢 是因为玉帝呢 他很有心机啊 善怒这个全数 对吧 其实呢 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 玉帝他之所以能成为万神之主 是因为他控制了所有神仙的生死 对不对 所以呢就刚才有同学说 因为他要逃 因为他要盘逃 在西游体 在西游体当中 所有的神仙都不是长生不老的 他们呢不仅会死 而且他们很怕死 龙王 阎王 土地 他们就非常害怕孙悟空 害怕孙悟空把他们打死 孙悟空呢他也怕 孙悟空怕谁 孙悟空怕如来呀 对吧 他怕 他怕如来把他打死 那妖怪们 他们是不能够长生不老的 对吧 如果说 那个妖怪他们是永生不死的 那他们呢 就会对唐僧肉不感兴趣 这个妖怪和神仙 他们究竟有什么区别 很多同学呢 都受到这个电视剧的影响 对吧 总以为呢 妖怪是动物变的 对不对啊 他们呢 却是什么 他 他 他 心爱好 就是很多同学呢 都是我们看那个西游记啊 都认为呢 这些妖怪呢 他们是动物变的 而神仙呢 是人变的 比如说托拉里天王 对吧 他是这个凡人 然后修炼成仙的 对吧 就认为这个神仙的话呢 是人 而妖怪的话就是动物 其实不是这样子呀 我们之前说过 那个玉皇大帝 他是什么变的呀 谢心爱 玉皇大帝是什么 玉皇大帝是什么 是恐龙 是什么龙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二十八星宿 天天的二十八星宿 全部都是动物变的 嗯 他们呢 却是地地道道的神仙 所以说神仙呢 他也就是 他也是有这个 动物变的啊 所以呢 这个猪八戒和那个宋空啊 那他们两个呢 像这种 半人半兽的 这个家伙的话 他们两个到底是人呢 不是 他们两个到底是神仙呢 还是属于妖怪呢 对吧 猪八戒和宋空 到底是属于是人呢 是属于神仙呢 还是妖怪啊 嗯 猪二星光不就是攻击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神仙的话 他也是有动物的 呃 并不是说妖怪就是动物 然后神仙的话就一定是人 属于半兽人 编制 啊 其实在西游记当中 人和这个妖怪和神仙的一个区别 他的一个界限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是修成正果了 就是神仙啊 你要是没有修成正果的话 那就是妖怪 对不对啊 啊 那正果是什么呢 正果就是这个仙界啊 这个神仙界的一个编制 有编制的才会有才会有决定他们生死这个工资啊 工资是什么呢 工资就是盘逃了 对吧 那有正果 正果和法力的话呢 他们是两回事 正果和法力是两回事 法力是谁教的 法力是老师教的 是自己练的 而正果的话 则是领导给的 谁给的 就是玉帝给的呗 对不对 有没有这个 是不是正式入职的这个员工 是不是这个公务员的话 那那个是玉帝说了算的啊 在西游记第三回 玉帝问什么 说这妖猴是几年产育 何代出身 却就这般有道 说是这个这妖猴 对吧 这个时候呢 玉帝喊宋空呢 谢知足喊的是妖猴 那说明这个时候呢 宋空他还是个妖 然后呢 一封他为毕马文之后 他马上就变成了仙 然后他把这些说什么 这叫什么 收仙有道 收仙有道 宋空从这个妖 一下子变成仙 对吧 这个转变什么呢 这个转变的话呢 仅仅只是取决于 他是否在天庭登记注册 就是个证 就是一个领证呢 对吧 就是跟 跟咱们现在的那什么来着 跟咱们现在的结婚一样 你要没有结婚证的话 你就是未婚 对啊 是吧 好 这个这个例子恰不恰当啊 就这样 这个意思啊 所以说这个宋空呢 他从妖到仙的 这个转变啊 仅仅只取决于他是否在天庭 有没有登记 有没有注册 是否接受上级神仙的一个领导 宋空从妖到仙 从仙到妖 又从妖到仙又从仙到妖啊 反反复复的话呢 是非常容易的 你说是妖就是妖 你说是神仙 是仙就是仙了啊 那从宋空他身上 我们看到这个妖 这个仙和妖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啊 这个区别究竟是什么呢啊 就是除了身份不同以外 一块是这个妖了 一块是这个仙了 对吧 除了身份不同以外 其他的其他地方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也就是说 如果说不论身份的话啊 神仙就是妖怪 妖怪就是神仙 对吧 这个是这个是论 这个论证是没有人怀疑的吧 对吧 就这样说定了啊 那么既然说是妖怪们不能够长生不老 那所以呢 神仙们呢 他们也不能够长生不老 是不是啊 那既然妖怪们 他们需要吃长生不老的食物 来延长他们的寿命 那神仙们呢 也肯定是一样 他也是需要吃长生不老的食物 对吧 那有哪些东西可以延长他们的寿命呢 有哪些食物吃了之后 可以延长寿命 盘桃对不对啊 第一种就是盘桃了 我们之前那个前面的课程讲过 如果说想延长寿命的话呢 第一种就是吃补品 补品的话就是盘桃啊 这个人参果 对吧 然后第二种途径的话呢 就是修炼了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盘桃啊 在西游记的第五回 玉皇大帝呢 他派宋悟空来看管这个盘桃园 然后土地是怎么说的啊 土地说盘桃呢 总共有3600株 总共分了三行 前面1200株 然后中间1200株 还有后面1200株 有什么不同呢 前面1200株呢 是人吃了之后 可以成仙了道 体健身轻 中间呢 1200株吃后 吃后可以干嘛呢 人吃了之后呢 可以侠举飞生 长生不老 他就越往后的话 这个效果 这个功效就越厉害啊 然后后面呢 1200株呢 人吃了之后呢 可以与天地其寿 日月同耕 就是这个盘桃 然后第二种的话 就是人参果 人参果的话 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吃得到的 总共有30个 开园的时候呢 大家一起分了两个 对吧 好多人啊 这个武装罐啊 这个这个叫什么 老扣啊 这园子的话 真是个老扣 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 至少有大几十号人 光那个徒弟的话 好像都有47个 对吧 那几十人的话 就分吃了两个 但是对唐僧 为什么那么慷慨呢 他为什么给唐僧两个 而反而不给他的 那个徒弟吃呢 他应该是能够 料想得到唐僧不会吃 而且就算是 就算是给唐僧之后的话 唐僧 唐僧的话 他还不可能说 不给他的徒弟吃 是不是 在西游记第二十四回 然后我们讲到什么 西牛鹤州万寿山武装罐呢 有一颗 一宝林根 换名什么 换名是 草环丹 又叫人参果 那果子闻了一闻之后呢 就可以活上360岁 如果说吃一个的话呢 就可以活47000年 47000年 可见呢 这个人参果的话呢 他的产量是非常低的 所以呢 就是 非常珍贵 然后我们再说 这个太上老君的仙丹 有特别说 那个太上老君的仙丹 是不是也可以 延长寿命呢 其实是没有明确记载的 太上老君的这个仙丹呢 在这个原著里边 他是没有 我们目前是没有发现 他有延寿的一个描述的 只能算是药 凡人吃了之后呢 可以活命 神仙吃了之后呢 可以治病 如果说有编制的神仙的话 他们是可以 吃上这个盘桃的 每年一次嘛 这个盘桃的话 就相当于是发工资了 你的功劳越大的话 到盘桃会 到盘桃会上的时候呢 就是分的这个盘桃 就越多越大 如果说功劳小的话呢 就是越小 越少了 所以说当时在那个 那个沙僧嘛 对不对 沙和尚 卷帘大将 他当时呢 就是分的桃子很少很小 然后以至于呢 就一时生气的话 就把这个琉璃展给摔了 摔了之后呢 然后呢 就被玉帝给贬下烦了 对不对啊 然后呢 猪八戒他为什么说 那一次为什么喝多酒之后 然后去调戏嫦娥呢 也是因为那一天呢 刚好盘桃会上的时候呢 给他分的桃子 是最多最大的 一时高兴之后 就多喝了几杯猫尿 然后就兴奋了 去找那个 去找这个嫦娥 去跳小苹果了 然后就给得住了 所以呢 没有编制的这个妖怪呢 他们就是吃不到盘桃的啊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神仙吃了盘桃之后 他们就可以长生不老 但是你要不停的吃啊 你只能延长寿命 你要是吃不到的话 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 也就狗屁了 对吧 而妖怪们 他们是不能长生不老的 他们盘桃吃不上 然后呢 这个人参果就更不用说了 也是吃不上的 对吧 盘桃是天庭玉皇大帝呢 它是发给那些 有编制的正规的神仙们的 俸禄工资 给他们吃的 那神仙们呢 上边主要干嘛呢 一是修炼 二是拍马屁 对吧 你得把这个玉帝给照顾好啊 对吧 玉帝呢 就给他们发工资 如果说你不是他单位的人 你不是这个道教的神仙 你不是这个正规的 有编制的神仙的话 那他是不会发给你的 然后天庭开这个盘桃宴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叫宋空去啊 他为什么不请宋空呢 就是因为玉帝看不起他 玉帝呢 他说的很清楚啊 他乃无路人员 不曾请他 说他是无路人员 不曾请他 对吧 只有正规的神仙 才有资格吃得上盘桃 那玉皇大帝的话呢 他就控制了整个神仙界 为什么呢 就是凭着咱们玉帝的话呢 他是能够控制到这个 这个盘桃的啊 这个盘桃的啊 就是能够碰到 能够控制盘桃园里边的那些果子啊 那些果果 别的没有 只有他有 别人任何人都没有这个盘桃 就只有他有 对吧 他有3600棵树 完全可以供应所有神仙的要求 所以呢 面对如来的这个扩张也好 渗透也好 玉帝的话 他是完全可以做局的 不让你们吃的 所以呢 他就以这个 送空毁坏盘桃园 为由改变盘桃的一个供给方式 由原来的敞开供应 改成配额制 施行这个通货紧缩 好像不够吃了 然后呢 就后来就是为什么说这个 金铲子的话 为什么要转世 十字转世 也是为了他们佛教 牺牲了自己 谢玉方 送空大道天宫 玉皇大帝呢 就对如来这样说啊 说我这儿呢 有一只毛猴子 来捣乱了 你赶紧过来的话 处理一下 对吧 那如来他不敢那个 他不敢拖延了 马上就去了呀 对吧 马上把手下 不管再重要的工作的话 赶紧停下 立刻就过去拍马屁了